好,各位朋友平安,张伯丽谈天说地 今天是2020年6月26号 欢迎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又聚到一起 我们今天来查考启示录的第六章 最后讲到第六印 在讲之前,我们今天是问候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今天还是到周末了 但是我们美国的情况一点都不乐观 所以让我们这个周末我们看到这个疫情越发严重 在我们加州呢,今天加利福尼亚州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呢 被感染的有查出来5583人 那5000多人 那德州也5600多人 那最严重的是佛罗里达州 今天是冲到了8900多人 将近9000人了 佛罗里达州一个州这一天就差不多将近1万人 这个8900 那这个情况呢 是确实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这个谨慎一点 那我们很多的大家不谨慎都已经开始 外出了 旅游了 聚会了 海滩了 酒吧呀,酒吧呀 都是人 当然还有抗疫的人 这些人也是带来了这个今天的疫情的严重 这个 我昨天啊 给我们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张铭先牧师打电话聊天 他说这个很多的酒吧传染的 就人们来到酒吧喝酒 这个酒吧来一批走一批 来一批走一批 然后他那个桌子他都没有消毒 那么有一个酒吧 20多人被感染 所以现在这个大家别去酒吧 我觉得 好好的这个在家里边啊 这个跟家人在一起 我觉得多读圣经 多祷告 现在这个乱局 特别需要我们基督徒的祷告 感谢神 那我们这个昨天呢 我在教会啊 我在教会 昨天我礼拜四啊 一天在教会 我一般礼拜四都在教会在一天 当然教会也有些人来 来了这个过来谈点事情 我们还采取安全措施 我们一般都戴口罩的 那让我在教会 我就讲了一下的这个洪水到来之前 那这个我讲到了这个三峡大坝 这个危险性 然后我也讲到了这个挪亚方舟 当时在洪水到来的时候 那个社会什么状态 跟我们今天的社会形态非常非常之像 那昨天我非常感恩 后来很多的人 昨天也有五六百人在上面吧 我们入里还有两百多人 那么然后呢 昨天我在我这个YouTube上 我有一点点的呼召 我有点挑战 我就说 如果你愿意信耶稣 你就打个一 你在上面留言 如果你愿意为中国祷告 为三峡大坝祷告 为我们美国的疫情祷告 为我们的美国的和平祷告 那你就点个七 所以我昨天我就 我今天呢 我做完节目一完我不看的 我就今天我 我一看我就 我非常的安慰 我也很喜乐 昨天有十几位 十二三位 写一的 决志信耶稣的 我昨天就讲了 大概有十八分钟 就这么多人信耶稣 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 那点七的我就数不过来了 就太多了 我有一百多留言 我看差不多有三十一点七 有一百人点七 那这个今天也是 如果你听完了 你愿意信耶稣 你就点一 神就看到了 这个我们也会为你祷告 我们的管理员也会 把你们的名字都留下来 那么这个我们特别希望 在末世的时候 我们神的儿女啊 能够传福音 让更多的可目真理的人 来信耶稣 在洪水到来之前 我们要做准备 昨天啊 这个荆州有一个姐妹 在这个脸书上给我留话 她就问我 牧师那洪水来 我怎么办呢 我哪都不去啊 我也没有 我还得上班呢 我还外地也没有朋友 我说上山 她说山上也没有朋友 没有亲戚 我说那有几个你要准备的 那未雨绸缪总是懂的嘛 我说这个 我说你要准备一些的 这个防水的工具 比如说救生圈呢 这些当然大水洪水的 势头来了 救生圈也没有用 当然准备总比不准备好 那么这个吃的了 当然你不准备粮食 没有用 得多准备罐头 我当年逃亡的时候呢 我就只要能买罐头 我就买罐头 这个罐头呢 就使你饿不着 它不坏嘛 对吧 那另外呢 我说这个最主要的 赶紧收洗 赶紧收 红水来了 挪亚当年向他们 船就是红水来了 赶紧上船 但是很多人都不信 那今天大家还是不信嘛 说葛珠吧 不是葛珠吧 这个塞下大吧 那固若鸡汤嘛 对吧 那政府说了那万年一不遇的洪水 我们都不怕 那现在后来改成千年 千年又改成百年 最后啥都不说了 他知道危险 但是我们这个专制的政府啊 没有这个新闻自由 这就很可怕 其实当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那个危害啊 它大的是后面的 比前面的爆炸还要大 人类在不断的毁灭 我们所居住的家园 我那天 所以我那天唱中华民国 送我就特别激动啊 他有一句话 古圣和先贤 在这里建家园 我们中国五千年了 这个一代代的古圣和先贤 建立这个家园不容易 那不能毁在我们这不孝子孙的手中 那么这个今天也是美国两百多年了 这些华盛顿呢 这个杰弗逊啊 这个林肯呢 一代代的先贤 那么他们带着意象 他们有vision 他们来建造这个家园也不容易 也不要让这些不孝的子孙 轻易的毁坏这个家园 所以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呢 我们就是要为这国家祷告 那我们当然要先得救 我们先信主 我们受洗 也有人开玩笑说 如果你不洗洪水来了 在洪水里洗吧 我那个就晚了嘛 对不对 那洪水就不是洗礼了嘛 那洪水就会带着一种审判 洪水是审判的性质 所以当审判来临之前 我们先信主 我们得到这个救恩 保障 那在神的里边 我们洪水来了 我们也不怕 我们神有保守嘛 那就是这个 所以呢 我们要为这个 三峡祷告 我刚才谈到了 这个 切尔人多贝利 86年切尔人多贝利核电站 6月12号 6月 6月 对 6月12号爆炸了 爆炸了 其实当时他们就隐瞒了 他又不隐瞒没事 那有6万多的 这个附近的居民 他们就可以转移 那他们就没有给他们转移 然后呢 这些居民呢 我看的电影啊 他们看那个爆炸 那个火往攻伸的时候 像看热闹一样 然后天上就飞来了一些粉尘 那个粉尘是致命的 那是核爆炸以后产生的粉尘 那些人不仅不躲 还接粉尘的人跳舞 然后接 广播里边 报道的都是普通的爆炸 后来又派了几十万人来救援 那全惨了 那个消防队员手里一拿一摸 就是石墨 手就烫坏了 然后手就腐烂了 很快 那石墨已经被污染的石墨 拿起来 消防队员没有一个活的 那他们也讲到我们天津那次 那个大爆炸 那消防队员去的 往上浇水 也不懂 你告诉他 这是一个化学品的爆炸 不就完了吗 他往上一浇水 结果更大的爆炸发生 那周围的几个石墨里的楼 全部占 玻璃没有完整的 那些消防队员 年轻的生命 全起身 两个中队都死了 这也不会报道的 所以弟兄怎么要了解 新闻自由何等的重要 我常常过去 我是做新闻工作的 所以我强调新闻自由 我认为是人类的第一自由 就是言论自由 我们要有讲话的权利 讲真话的权利 李文亮医生临死的时候 不也说吗 一个国家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吗 对不对 那么我觉得这个说的是对的 那么十几亿人 就应该十几亿个声音 没有关系 但是要讲真话 像圣经说 是就是 不是就是不是 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 就是我们说话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 那么这个真话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我现在信主了 我才知道原来言论自由 其实还不是第一自由 哪个自由是第一自由呢 信仰自由 我觉得信仰自由是第一自由 你看言论自由是说 说你不让我说 我不说了 我心里想不行吗 那这个信仰自由 就是想都不让你想 你要想的跟我一样才行 跟统治者一样 那这就很残酷 所以我们这个 所以这个宗教自由 就是我有思想的自由 这个如果你再不让 那就这是非常的专制了 所以我们觉得信仰自由 应该是第一自由 然后是言论自由 那当然还有结社自由 当然还有这个结党自由 游行示威自由 这是上帝给人类的一个基本的权利 也是各国家宪法都规定的 其实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现在的宪法也规定 公民有言论 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那这写在这个宪法上 但是很多的执行宪法的人 甚至制定宪法的人都不遵守 好我们今天 那我们就来聊这个启示录的第六章 其实第六章 弟兄姊妹 我上次查了 跟大家讲了四个印 启示录当那个 在第五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宝座上 在宝座上身边有四活物 四活物它的飞行呢 它不是围着飞的 它是整个立体空间飞的 这个四活物 每个活物都有六个翅膀 浑身都是眼 就说明它变差一切 那它是离宝座 离亚卫 最近的 这个就四活物 那么四活物旁边有24个长老 24个长老 然后那这24个长老就在那敬拜神 他们是除了活物以外离宝座最近的 那这个有的解经家说 是代表着12个使徒和以色列12个支派 旧约的以色列12个支派 新约的12个使徒 那么这就是24个长老 其实也代表得胜的 在基督里边的人 那就是感谢神 那么等到这个 约翰 看到那个宝座上的 拿着一个书卷 这个书卷是卷着的 我们如果今天我们拿这个书呢 它不是个书卷 这是一个book 这是可以翻开的 可是呢 古代的书呢 是卷的 你知道吗 那个羊皮卷呢 是卷着的 那我们中国古代的组简也是卷着的 卷着的 你要想把书打开 那你就 他捆着那一捆 打开一个 打开一个 所以他那个卷的那个 有七个印 123456 七个印 是那个蜡的印 然后上盖一张 就叫印 那当时是 这个是封死的 那这个七个印在那里 约翰就觉得 那谁能打开呢 就大哭 约翰就大哭 急的 后来这个宝座上的 这个 这个 一个长老 就说你不要哭 那个被杀的羔羊 他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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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这七印 好了 那我们知道 这个羔羊呢 就是代表着主耶稣基督 就是主耶稣基督 那个荣耀的主 第二次来的 那个荣耀的主 所以他可以打开 所以到第六章 就打开了六个印 第六章 为什么没有打开第七印 那圣经写的 这个启示录 写的这很特别的 他就是 这个你看 七印打开六印以后 又加了两张 才打开第七印 因为第七印 就是审判的正式开始 那么前六印呢 是审判之前的前兆 那这个约翰福音 马列福音二十四章 马可福音也讲得很清楚 这就是审判的前兆 一二三四五六印 是审判之前 灾难要来之前的征兆 那么到了第七印 就是审判的开始 所以呢 这个征兆结束了 到第七章呢 有十四万四千以色列人 他们这个受印 带印记了 受印了 那么还有呢 各国各方各民的 对上帝的敬拜 然后呢 这个是第七章 又跳了一章 等到第八章 才讲到这个 这个 第七印 第七印就带出了 带出了七号 七号然后就吹 一号两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 那我们知道 等到第九章 吹到第六号的时候 到第七号又停了 又停了 然后就开始有两章 第十章第十一章加进来 就天使和小猪卷 然后两个见证人 然后呢 第十一章的末尾 才吹第七号 吹第七号的时候就审判 就是审判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结构就好了 大家 我是盼望我们在里面 查经的弟兄姊妹呢 把这个启示录呢 最近读几遍啊 不忙的时候读几遍 读几遍这个 周末跟我来分享的时候 我礼拜五礼拜六 都带大家 带大家查啊 这个 那礼拜天也是在讲启示录 大家这个了解 现在呢 看这个环境啊 真的就是 启示录那个 灾难来之前的前兆 那我们看到这个 非常的清楚啊 我们看到第六章一开始 讲到四匹马 我已经讲过了 第一匹马 我认为它 它是白马 那个白马 我认为它是代表着这个政权 不断的征战 不断的征战 当然也不断的谈协议 有很多的协议来签 签签 最后都作废 像希特勒 跟那个苏联签完了 互相友好条约 第二天就作废 像这个国共两党签了双十协定 然后回去第二天 这边签笔墨没干 那边就打起来了 你知道 这世界就这样子的 所以呢 这个罗马政府也是属于白马 他胜了又要胜 那么这个白马呢 是白马象征着得胜 这个你知道一个国家打胜仗了 拿破仑出去打胜仗了 回来的时候 凯旋门前面阅兵的时候 前面那个他骑着都是白马 他绝对不骑红马 也不骑黑马的 更不骑灰马 他骑白马 白马是那个得胜的将军 中国三国演义上谁骑白马呀 曹操骑白马 对吧 那个吕布呢 吕布骑红马 赤兔马嘛 对吧 所以这个 那个谁呢 那个那个 关羽呢 关羽是骑黄马 这个黄马 黄标马 秦琼也骑黄标马 好像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白马是代表着战争 然后呢 第二印呢 就是这个红马 白马象征着这个政权 红马就象征着战争 然后呢 黑马就象征着饥荒 灰马就象征着瘟疫 那我们现在看到有吧 这些马是不是都发生了 看到我们看这个战争 国家的签署 有的人说这个 这个白马 就是这个联合国 这个各国家 天天签协议 千万就作废 千万就作废 然后签完不行了 就战争 战争完了就是瘟疫 瘟疫就是饥荒 饥荒完就是瘟疫 瘟疫完了到第五印的时候 讲的是天上的事情了 前四印都是地上的打仗 打仗 饥荒 瘟疫 现在我们都在发生啊 你看今天这瘟疫就在你身边呢 今天我们洛杉亚 加州我们就一下子 我们就五千多人 六千人 大多都在我们洛杉矶 北加州控制的很好 南加州 不知道咋的了 这个然后呢 我们看到佛罗里达 咔家冲上了 佛罗里达现在一下子 今天就九千八千九 将近九千人 这一天啊 这佛罗里达 就是旅游胜地吗 大家都去旅游去了 不怕死吗 对不对 哎呀 这个在网上看看得了呗 在山流河川我看的可多了 我在这哪个国家我都能看 呃 就非得也要去 好了 这都是瘟疫的啊 这个末世的写照 这是真实的 那到第五印 就讲天上的一些圣徒 被杀的圣徒 在宝座下面 你看 被杀的圣徒的灵魂 是在宝座下面 圣经说怎么样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呢 我看见祭坛下面 有为上帝的道和为他做见证的被杀的灵魂 这里边这个见证啊 这里这个见证啊 希腊文是 马特雷亚 马特雷亚呢 是指见证者 也是指殉道者 这个词 马特雷亚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希腊文 马特雷亚在洗手里用的特别多 马特雷亚是这个 安提帕用的安提帕被 那个我的见证人 安提帕被杀 那就是用马特雷亚 但是呢 这个没有被杀的约翰 他为主做的见证 也用马特雷亚 那这个安提帕是被杀 彼得是被杀 保罗是被杀 这个都是见证人 这个叫训道者 见证人跟训道者是一个希腊词 所以我们现在活着的 我们是马特雷亚 我们是见证人 那死了的 就为主训道的 也是马特雷亚 所以这个不管保罗 比较了解这个神学概念 保罗说 我或生或死都是基督的人 那这个就是 都是他的见证人 这个就对了 这个对了 那我们看到 今天呢 我们讲到第六印 第六印不多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启示录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第六印 启示录的第六章 我们来看第十二节 然后我们看到第十七节 我来读 我来读 大家用心听 来攻读 这个 攻读神的话语 大家也信 攻听上帝的话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 我又看见地大震动 日头变黑像 像这个驼步 满月变红像雪 天上的星辰 坠落余地 如同无花果树 被大风摇动 落下未熟的果子 天就挪移 好像书卷被卷起来 山陵海岛被挪移 离开本位 第十五节 地上的君王 陈仔 将军 富户 壮士 和一些为奴的 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 像山和岩石说 躲在我们身上吧 把我们藏起来吧 躲避坐宝 坐上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 谁能站得住呢 所以我们 我们就 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 我们来看到 这个第六印 这个第六印 这个是就讲到了 这个自然界的变化 我们看到 第五印讲天上 那些圣徒 第六印讲到自然界的变化 这个也是我们想到了 马太福音的第二次章 其实讲的也是这样子的 你看到 这个就对照着 马太福音第二次章 我们来看 二次章是怎么写的 那个灾难 那个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日头变黑 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从天上坠落 天势都要震动 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所以呢 我们这里边 这两段经文 其实是在一起的 这两段经文我们看的是 其实是一样的 像我们看电视 打开电视 打开电视 打开书看到的 这个意象是约翰看到的 未来在地上要发生的事 当时并没有发生 因为他知道启示录是预言嘛 启示嘛 是把启示打开嘛 那就像这卷书 我现在在卷着啊 这个卷着 我就卷着一卷书啊 我就卷着一卷书 我就把它打开了 打开了一印 我看到上面写的是什么 我就把它告诉你们 是这个意思啊 大家看到啊 那么这个打开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一印非常的重要 那这印的重要在哪里呢 我看到这印啊 这印是这个 讲到了 讲到了这个 地震 他第一个看到的 我看地大震动 他先讲到地震 先讲到地震 这个地震呢 最近这些年 发生频繁 越来越频繁 六级以上的地震 现在这个21世纪一进来 这六级以上的地震 和20世纪的地震 超过了人类5000天地震的总和 那这个地震怎么产生的呢 地震 当然我们知道说 这个 有的时候我们说 这是神给的地震 不是的 这是人类的罪 所以为什么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不太了解 说为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苦难要来呢 上帝为什么苦难呢 不是的 基督徒读启示录的时候 你要了解 是人类的罪到了一个高峰 把整个的人类都毁掉的时候 上帝就要来干预 上帝来干预的时候 基督徒就有盼望 所以基督徒读启示录 应该是兴奋 应该是兴奋 说那个日子 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 不是坏消息 对不信主的人 是审判 是灾难 那个灾难 所以那个日子主居要来 那我们怕什么呢 所以这个随意弟兄随门 我们不要担心嘛 所以我们要看到说 这个第一个 首先 这个是这个 这个 天上的 发生的事情 然后就地大震动 日头呢 变得像毛布 黑了 日头变黑 月亮变红 这两个变化 一个是地震 那地震就越来越多 我相信我们以后还会有 更多的像唐山一样的大地震 像921一样的大地震 还有像四川 这个 这个大地震 四川的大地震 都跟这个 三下大霸有关系 改变 人要改变 所以这三下大霸 当时这个 建的时候 这个是李鹏建的了 我们大家都是李鹏建 李鹏写的回录的时候 后来回录没让出 但是我看过李鹏回录的原稿 在香港一个出版社 我认识这个出版社的老总 当年我去 他要出 他书已经出了 他请我吃饭在香港 那么我不说是谁了 我不说哪个出版社 那么这个出版社 书已经印出来了 大陆来人 全部买光 然后分毁 全部烧毁 把灰给扔到大海 不许说 但是这个钱是给了 买了 没有错 就像后来 铜锣湾书店 也同样的问题 铜锣湾书店 那个书 习近平和他的女人们 那本书 那个作者也是我朋友 他在这本书 也印出来了 然后人家国内知道了 来人买掉 买掉 毁掉 那在李鹏那本书 李鹏回录录 他写了 他完全不承认是他建的 其实我们知道是他建的 原来邓小平和这个赵紫阳执政的时候 赵紫阳执政的时候 李鹏是副总理 李鹏就是要建这个 李鹏这个副总理的就是这个 建这个这个三峡大坝的总指挥嘛 他就当时就担任总指挥 后来他当了总理 其实我还见过李鹏一次 我还不是在北京见的他 我还是在这个秦皇岛 秦皇岛见的他 有一年秦皇岛这个 这个 那叫大秦铁路 这个通车 他去剪彩 我还 我还那时候我还去采访 我还见过他 那是他副总理 那后来就做了总理 做了总理六四镇压以后 万把七音 没有人敢低碰碰一剑 江文明呢 还没有坐稳 就在这个时候 李鹏利用他的这个人脉 和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权力 就强力推动三峡大坝 在建 所以三峡大坝就建了 建了你知道 李鹏在他回忆的时候说 不是他建的 他说是江泽民建的 跟他没关系 他还说他对建的三峡大坝 他不以为然的 你看这个人 他最后把责任都推了 然后他说六四 跟他没什么关系 89年的镇压都是邓小平 这个党中央的决议 不是他的决议 所以你看人呢 做过 做完了所有的坏事 临死了以后 他绝对不敢说是他的 他为什么不敢揽工啊 说六四镇压是我的功劳 那三峡大坝是文件的 那是这个前无古人后来者 他都不说的 你看这人还是很聪明的 一点都不傻你知道吧 有人说他傻 他这不傻的 他关键说他都 这就是中国的甩锅文化 到现在还是在甩 中国别的不行 甩锅是第一位的 我告诉你 卡卡卡甩 都甩给别人 他临死了都甩给别人 所以这本书不让他出 不管你让不让他出 这本书他已经写完了 他把很多重大问题都写上了 但是好像重大问题 坏事跟他都没什么关系 好事都跟他都有关系 你说他们难道不知道什么是好坏吗 我常常想这些中共领导人 他不知道自己好 他知道 他当然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坏 他知道 一定知道杀人是错的 当然了 因为他的本性 他为了他的一党私利 他为了他的政权 所以他就是这样干 圣经都预定了 告诉这些政权者 就是这样子 胜了还要胜 他们胜了还要胜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上 日头变黑像毛布 什么意思呢 这个毛布原文呢 中文翻成毛布 什么叫毛布 其实我们大陆人 肯定对毛布不太懂 台湾人懂 这个毛布呢 就是智桑用的那个黑色的布 说天上就像智桑的 桑礼一样的黑色的布 没有光了 天上没有光 这个世界多可怕 你看现在如果你没有光 你试一试 如果月全时的时候 日全时的时候 白天突然间就天黑了 没有光了 那太吓人了 你再有沙尘暴 再有雾霾 再有月时日时 这叫毛布 毛布是台湾人 那个送葬的时候 开追思会的时候 用的那个黑布 就铺在那个棺材上的 那个黑布 叫毛布 黑毛布 这样子的 那天就这样子了 那地呢 月亮的晚上呢 月亮就像红 像雪 这叫雪月 哎呀 我一想雪 我心里都发抖 你知道吗 我有这个体会 我有这个经历 我那年逃苏联 苏联给我关了两个月 把我送回中国 91年 这个 90年 我回中国 89年年底 逃到苏联 90年年初 回到中国 跨了一年 其实我在苏联 待了 月就跨了两年 就89年到90年 我就在苏联 89年底 90年初 那个我回到 中国那天晚上 苏联军人把我 强行压解到中苏边境 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是 把我送给中国政府 他们这个党中央决定 苏共党中央决定 把我送给中国政府 因为他们怕影响 他们两国的友好关系 好了 我就 就带宰着高扬 就把我迁到了 这个中苏边境 我就等着中国的 这个军队来接我 我就想 中国的警察来接我 那反正 我这个 就 就是 坐牢呗 一死呗 反正也别想 反正我是不走了 我逃苏联 我用了九个小时 我差没被冻死 我在学历埋了十几个小时 这个加一起 二十多个小时 我在冰天雪地里 我再也不走了 那我冻坏了 我冻怕了也 我想他军队来 把我抬回去 拿个担架什么 或拿爬里 把我拉回去 行了 没想到 人家苏联的上校 跟我说的 我们没有通知中国政府 我们决定让你自己回去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的 因为我们怕他们 美国抗议 那我们把你二十几个学生 被通缉的领袖 送回去枪毙了 那西方抗议我们 我们现在改革开放啊 我们也需要西方的经济援助啊 需要西方的认同啊 所以那 我说那你把我送给美国 不就不抗议你了吗 他说那我中国抗议啊 那中国抗议我 我们有两国的关系啊 所以你看你最难办 你最好 我们就现在想一个折中办法 我们也不把你送给美国 我们也不把你送给中国 我们让你自己回去中国 我都让我自己去美国 不就完了吗 那我 你就给我买火车票 我自己跑 我从你这跑到 跑到欧洲 从欧洲去美国 不就完了吗 那不行 你不能从我们这跑 我就跑 现在还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你自己回国 哎呀 我就想我自己回国 我又有 走那大雪壳了 那雪壳的都半腰身 那一踩一米多身 一踩枯齿就到枯当 你知道吗 那根本就走不动 然后有狼 那满山灭都是狼 就在 他说那不行 你必须今天 你必须强制 去人书境 我现在 我一想到那一天 我真的觉得 我是感谢神了 那一天我活过来了 那是我 那天就一个大 一轮月亮升起来 雪色的 哇 那太大了 那大月亮 我像蹦个天 似的 我看着就是 从那地平线 升起来 在东北那块 巨大的月亮 红色的 雪红雪红的 我一看 我心里想糟糕 结果当地 我东北人 我了解 这个雪月一出来 狼就叫 满山变得 两狼 刺起笔 衣服 然后吓小孩 就跟孩子 你一听啊 毛骨悚然 那个头就支起来 你知道吗 什么叫毛骨悚然 汗毛都支起来 我说我不走了 这狼太多了 这我哪能走啊 要不你给我一把枪 也行 他说你不有刀吗 我呢 我逃的时候 告诉你啊 我还是蛮有经验的 我带了两把菜刀 但是贺龙不是当年 两把菜刀闹革命吗 我就记住 我带两把菜刀 这菜刀特别好用 你要买的重的 大的菜刀 砍骨头的 遇到狼 那这菜刀管用 匕首不管用 那菜刀很重啊 对不对 你遇到坏人 你这菜刀也管用 你遇到警察 切菜的 我这菜刀是做饭用的 我买的还有收据啊 有商标啊 对不对 你不能把我当凶器 你要拿匕首 那绝对凶器 你拿菜刀 那算切菜用的 家用 那不能算凶器 可是他 你要上山 你砍树 你砍树枝子 你砍兵 你砍什么 那都比匕首好用 那匕首不好用的 所以你看我逃亡 都能逃出经验了 我有菜刀 这个菜刀 所以他说你不用把菜刀吗 他还是都有菜刀 他都还给我了 所以我这个菜刀就壮胆啊 我手里啥都没有 拿个烧口棍 那惨了 那哪行啊 对吧 那狼叫 那叫雪月 那天对我来说 就是我的末日 你知道吧 所以你看 这圣经这写的 这雪月啊 看到没有 然后呢 天上的星辰 坠落于地 天上的星辰 就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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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掉下来了 星星掉了 流星 当然那个 这个时候地球 有没有这个 大气层 我们知道流星掉了 穿过大气层的时候 基本燃烧的就很少了 大气层就把它烧掉了 它就 但是这个 当时 这个天上的星星 都哐哐哐往下掉 没有了 它掉下来了 天是黑啊 像什么呢 掉了 圣经说 它用来形容 我们看第13节 天上的星辰 坠落于地 如同无花果树 被大风摇动 落下 未熟的果子一样 我家有棵无花果树 那每年其实很多果 我都吃不完 巨大一个大果树 那当然旁边 还有一些的这个 其他的果树 我这无花果树的地点很好 就在这个 被封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 两个果树 哎呀 我这几年都没吃过果 春天看了果 接得特别特别好 一到夏天 因为我们 我住在这个山上 这风大 风一刮 全部掉地下 全部掉地下 我那地下 地底下都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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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e Barrier 那个 掉里边我根本找不着 我一果都没吃着 那我能了解到 刚才他说的 这个无花果树 被封拐了 无花果 哐啦哐啦 掉地下什么样 就跟那个天的星 叼叼叼叼叼叼 跟无花果树 都掉在地上 那末日的前兆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第十四节 天就挪移 你看到没有 天挪移啊 天挪移好像书 被卷起来 这个天呢 就像一 被书 被卷起来一样 你看这个天 这天啊 卷起来了 就跟这个样子 这个挪移 就动了 你知道吗 这个天 你看这个 这个 洪水来临 大地震来临 地壳变化的时候 地就会挪 挪动 台湾921大地震的时候 那个 那个 那山就挪了 那山就整个倒下来了 那就很多人被砸死 很多人被砸死 我那天我去台湾 我去了这个 大鲁湾 大鲁湾去 参观大鲁湾 那就看到 他那个 山挪移那个形象啊 把那个路都扭曲了 那山挪移啊 像书卷被卷起来一样 我记得我那次 我跟师母我们俩去 那个 那个一个大石头 从山上掉的 邦当 就把我们的车头给砸毙了 你知道吧 我是在车的 右边 靠着车门 那他又往后砸一点 就砸到我身上 然后那个 我们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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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机呢 就 还好 那个 眼镜站给砸 砸坏了 灯也砸碎了 他还能开 把我们开下山了 我们 很心疼他 他说 哎呀 我这车还得修 我这 挣这 一个月的工作都没了 我就一人给他 捐了点钱 我们一人给他 几千块钱 捐给他 他 他特感谢我们 这个 就说 哎呀 你们真好人 我们说 你看这个 我们能活着 这大石头 没有把我们 这车 揍到山间底下去 这感谢神 再也不去 达鲁湾了 达鲁湾太危险了 台湾的达鲁湾 那条小道 那山那个 那个山上往下落 那石头 落石就跟天的星 皮尸啪 老往也躲 好多车挨砸 我告诉你 那不容易的 你旅游也得 玩命旅游 你躲 然后呢 离开了本位 山岭和海岛 也挪移了 离开了本位 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挪移 这个挪移的意思就是 你看这个 以赛亚书54章 就是大山可以挪移 小山可以迁移 但我的慈爱 永不离开你 我的平安的约 不迁移 所以我们感谢神 虽然地在迁移 这个我们不怕的 对不对 这个你看这里边 有几个线 天地 日头月亮 星辰 山岭海岛 七件事物 刚才讲了七件吧 你看我们数一下 天 天对不对 天怎么样了 圣经告诉我 那么天呢 变的地大震动 然后呢 这个天变黑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地 第一是地 地变地大震动 然后天变黑了 然后日头呢 这个变黑了 然后呢 这个月亮呢 变红了 然后星辰呢 这个坠落了 然后山岭呢 挪移了 海岛挪移了 这七件事情 代表着整个宇宙 都在发生激烈的变化 就是整个宇宙的 自然界的变化 就是这个 灾难来临之前 这个前兆 就是自然 因为就是没有到第七号 七号就是灾难到了 那现在讲的是前六号 所以这个就 大家了解就好了 然后呢 自然界变化了 人也发生变化 人怎么变化 我们大家看第十五节 说地上的军王 军王 king 总书记 king 都是军王 那么这个 这个总统 总书记 还有什么 首相 女王 这都是军王 这个叫军王 陈仔 就是当官的大臣嘛 内阁部长啊 台湾的武院院长啊 这个这个大陆的 这个部长以上的干部 这叫陈仔 这个叫 还有将军 这个将军 当官的军人嘛 对不对 少将以上的 准将以上的 都是将军 这个都是统治者 然后呢 富户 有钱人 还有壮士 这个 这个长得强壮 胳膊 你看都是肌肉 我这胳膊肌肉 也是不错的 我告诉你 这个 都是肌肉 有钱人 然后壮士 和一切为奴的 残烂 贩服走足 还有自主的 当主人的 都藏在山洞和 岩石穴中 你看这人藏哪 藏在山洞 和岩石穴 这里边 几种人 几种人 刚才大家听了没有 几种人 我看我们这些 多少人进来了 感谢神 我们今天500多人了 我们这个有几种人 谁能回答我 写上 七种 刚才自然界 发生现象 是一个现象 天地 日 月 然后呢 天地 日月 海岛 还有这个大山 对吧 那这个 还有星 天地 日 月 星 海岛 大山 那七种 刚才这个又七种人 哪七种人呢 君王 陈仔 将军 三种了 富户 四种了 壮士 五种了 为奴 的六种了 自主的 七种了 这七种人呢 这个都藏在哪里呢 因为这七种人代表地上所有的人 代表着不同的地位 不同的成就 不同的财富 不同的力量 身份 你看 壮士代表力量嘛 那权力呢 就这个君王代表地位嘛 然后陈仔代表成就嘛 那个富户呢 代表财富嘛 然后力量呢 还有身份呢 这些所有的人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在这个审判的日子里 没用了 都平等了 躲在哪里 全部躲在一起去了 躲在山洞和沿穴里边 说明那穷人躲在山洞 那里边还躲在深呢 穷人身体好啊 跑得坏你知道吗 蹭蹭跑里边 那君王 你没有轿子 你没有轿身开不上去了 肯定的 对不对 飞机也开不进去 那这种人背着 知道了吧 那找那壮士来 背着君王 君王你太胖 你背不动啊 对不对 那像川普和习近平 那么胖 那么老大哥 谁背着我 谁背不动呢 我告诉你 你看这你怎么晚上背啊 这没用了 他们都躲在那山洞里边 这里边怎么说 这个就是 我跟你讲啊 这是 在躲避审判 可是躲得了吗 因为那个愤怒的日子 谁能站得住呢 对不对 那愤怒是第17节说 愤怒的日子 谁能站得住呢 站不住嘛 那这人藏在那里 第16节说 向山和岩石说 这个说是呼喊 是喊 不是祷告啊 有的解经家说是祷告 不是祷告 他们哪会祷告啊 那些君王会祷告吗 他不信主 我觉得川普可能会祷告 那个习近平肯定不会祷告的 不会祷告的 对不对 你像那个金老三 你更不会祷告了 他们呼喊 他们喊什么呢 他们喊呢 说 倒在我身上吧 把我们藏起来吧 他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山洞啊 他有进去的地方 他不是山压他事 压死他 他不干呢 他不干 他意思是把他藏起来 那个你你进那个山洞 他不有一个洞门口吗 洞缝吗 你看耶稣在坟墓里边 那要有个大石头滚过去 把那坟墓给他门 那个洞口盖上 他们希望能盖上 上帝看不见他们 审判临不到他们 那这不就是 这个叫什么 自欺欺人吗 那可能吗 我闭着眼睛 我就说你看不见我 那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我闭着眼睛 我看不见你 但你能看见我 你上帝的那种愤怒 上帝的眼面 因为天卷起来了 你明白意思吗 有的解经家说 天卷起来的时候 上帝的威严 人就看到了 因为这个天挡着上帝 上帝现在就遍布全地 眼目遍察全地 你看见了神 你就想躲 那弟兄姊妹呢 我们看见神会躲吗 不会躲嘛 阿爸回来了 感谢神的 耶稣回来了 那我们就 捕下阿爸的怀中啊 我们干嘛要躲呀 我不用躲在山里面 我们是他的儿女嘛 是他所爱的嘛 所以我们 他接我们就回家嘛 对不对 我们怕什么呢 而且要记住啊 神不是 把我们接到天上去 是在地上 我们在地上与主同在 做王一千年 大家了解 这一千禧年是在这儿呢 然后千禧年以后才 今天心地 所以你先不用上天 神把你提起来 再把你带回来 你看呢 提撒罗尼迦前书 第四章讲的 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 主会把那些死的人 带回来 所以我们与主相遇 地上的苦难过去 神就把我们 从空中带回了 在地上 我们在地上 要做王一千年 所以为什么 你要了解启示录呢 启示录当然是 最难懂的一卷经 如果你很多基督徒 没有读过启示录 很多牧师不敢讲启示录 是因为他真的就没有信心 他也很难了解 这个要了解 这个基督要把我们 在空中相遇以后 带回到地上 在地上做王一千年 那我们当然高兴啊 那地完全不一样 基督做王 一切都会改变 所有的仇恨 都没有了 对不对 那一些年什么样了 那一些年狼不吃人的 对不对 那些年狮子就跟 跟这个绵羊同住的 那一些年咱们 咱们就 你家里养宠物 你不需要养狗了 你就养狮子 老虎 那都跟你好得很 完全改变世界 我告诉你 人和人的观念改变 那时也没什么地上的各个政党了 也没有什么这个 这个中美的贸易战了 也没有这什么瘟疫 什么都没有 基督与我们同在 那就回到我们人类最美的社会 那就主于我们同在的社会 所以弟兄怎么样了解这个盼望 所以基督徒灾难来了 怕什么呢 不怕吗 对不对 但是你一定要信主 而且你要真信 你管受洗了 你心里假信 你天天跟世界人一样 这个没有用的 我觉得 你追求的都是世界追求的东西 主日崇拜也不参加 也不祷告 也不读神的话 然后呢 教会也不去 奉献也没有 来到教会 要免费的英文 这个挣钱 挣痕迹 好几百万 圣经也不给钱 要免费的圣经 有的抄我要书 这个我也得给啊 那要我也不给不好意思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了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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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基督徒 有基督徒的责任和义务 最重要的 不传福音 很多基督徒信主了 一辈子也不传福音 一个人都没带信主 你看我昨天随便 我就跟大家分享神的话 神的话就有力量 所以信道中听到来的 昨天就十几个人 在里边决志 就在我这个小群里边 那每一天都有人决志 我有呼召 每天都会有人决志的 那你要传福音嘛 那所以 你才能跟基督做王啊 这佛能怎么做王呢 对不对 做王你不好意思做呀 主席坐我这边 你不好意思吗 对不对 那我们 这是主的恩典 这个都没有关系了 主说 你坐我的右边 那就你有审判的权柄 右边就代表审判的意思 有权柄 权柄的意思啊 那好了 我们看到这个 他们把藏起来 呼喊说 倒在我身上吧 把我们藏起来 什么意思呢 躲避坐宝座上的面目 不敢看神的面目 不敢看神的面目 神的面目是荣光 荣耀啊 神的面目多了不得 对不对 你看人给我打出来 以色列书65章 财狼与羊羔同时 对不对 狮子与绵羊同在 好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要躲避坐宝座的面目 和羔羊的愤怒 主要躲避上帝的愤怒 羔羊愤怒 大家想到羔羊 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 那么谦卑温柔 被人定的实际上 都是说父法赦免他们 这第二次来完全不一样 那个荣耀的主 那个公义的主 公义的主 所以呢 这些不信主的人 要躲避羔羊的愤怒 那你要做一个选择 你要做一个信主的 还是不信主的 末日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选择 在上帝的面前 没有什么好人坏人之分 也没有成功失败之分 没有男人女人之分 没有中国人美国人之分 没有黑人白人之分 只有两种人 得救的灭亡的 那你要选择哪一个 如果你要选择 我是得救的 你今天就在我这里边 留一就好 留一 你就是得救的 感谢主 那你选择灭亡的 那你就别留了 你就这个给你机会 我们还在继续查考 这个启示录 感谢主 你看就看这么多人写一 借信心 你是得救的 你是神所喜悦的 你要与主同在的 有一天你跟耶稣 这个在地上 做亡一千年的 然后未来还在新天新地里 坐在宝座上 审判这个世界的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好 我们今天亲爱的弟兄 朋友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接着 我们明天讲 第七章了 第七章了 这个查经查的 就稍微细一点 感谢神 哈利路亚 赞美主 所以这个你的 当你写了一 你的名字 你的都在神那里 神越拿你 你就是上帝的儿女 神就找你回家 你就与主做王 我们一说与主做王 就特别高兴 为什么 这是今天基督徒 在地上被人欺负 被人欺负 你看到第六章 讲到第五号的时候 那都是被杀的 他们为什么被杀 是世界人的恶 就像那个 干瘾杀亚伯一样 那基督徒的善 就被欺负 被杀 所以很多 那个那些 殉道者 那个那个 那麦特利亚 那麦特利亚就在那 就喊嘛 就喊嘛 见证者 殉道者就喊 说你要给我们 伸冤到几时呢 现在好了 伸冤时候到了 耶稣说 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个人不要伸冤 神报应的比你大 你伸冤还能怎么样 你能骂人两句 然后这个 在人吃的汤里吐口痰 也就这水平了 那耶稣基督 那审判的 万王之王 万主义来 你要不就灭亡 躲在山洞里 没有 你看那君王 陈仔都躲在山洞里边 对吧 君王 陈仔 自主的 为奴的 将军 父户 不信主的 都躲在那里 然后很怕 甚至大山压的 我身上 我都怕 千万不要见到 上帝的审判 躲不了的 往哪里躲呢 对不对 躲不了 唯有躲进 上帝的怀抱 最安全 就像我昨天讲的 当洪水来的 要进挪亚方舟 最安全 这个挪亚方舟 就是耶稣基督 最美的救恩 就是神的教会 好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 那我看到有多少 我们有500多位 弟兄姊妹 在我们中间 感谢主 那还有这个 我们入目里 还有两三百位 这个大家 也为我们这个小 这个 我们这个小平台 祷告 让这个平台 能够 传耶稣基督的 好消息 更多人听得到 也听得懂 听得明白 那么这个 大家为我祷告 最近压力 工作太大 然后这个1300 又找我要做节目 还有这个华语电视 东西两岸的 要把我的谈天书地 搬那儿去 这我哪受得了 这个太忙了 还有主日要讲道 还有弟兄姊妹 要关怀 一大堆事 还得做饭 所以这个弟兄姊妹 大家这个 要也为我祷告 那是感谢神 我现在咳嗽越来越好了 这个 我现在终于可以 从头到尾讲 不咳嗽了 那感谢主 我看看入目里多少人 我们入目里 有290人 我们现在入目 有人进不去了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进不去了 或者我们还得再开一个录幕 给国内的弟兄姊妹 好的 如果你要愿意订阅 我们的这个 这个 张不利谈天书地 就按订阅 特别欢迎你和 介绍你的朋友来订阅 尤其那些还没有 信耶稣的朋友 订阅 因为 圣经怎么说 启示录一打开说 我今天带你们啊 你们都成为有福的人 圣经说 念这书上预言的 和那些听见的 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尽了 这个有福的啊 我今天念了 你听了你都是有福的 他怎么说 念这书上预言的 和那些听见了 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那是有福的 所以弟兄姊妹 你也想变成有福的人呢 就好好读启示录 读神的话语 你就是有福的 感谢主 那今天到这里 我们啊 再见弟兄姊妹 周末愉快 那我们这个明天再见 啊 愿神祝福大家 有福的